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的时候有一个书生在桥头苦读 她的老婆做了一大锅米线 对不起 老公 等等 这么简单的故事还能难得不住吗 高老板 你好 你好 我是李莎 对 对 您看到了吗 对 是 张老板是看过 不过您不要听他的 他那个人哪里懂文化 你要再考虑考虑 行 那好 哪天我请您吃饭 好好好 拜拜 老公 接着讲 我说到哪儿了 她老婆 她老婆 就给她做了一大锅米线 因为路途比较远 然后她老婆啪这个 对不起 老公 朱总 您好 您好 好久不见了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我昨天给您搬过去的 其实不 您也要再考虑考虑 好吧 好吧 行 那您考虑完了 给我回个信 你见 你这今天给这个老板打电话 给那个老板打电话 做什么大生意呢 不是什么大生意 我不是写了一本小说 叫生命提援吗 等一下 等一下 老公 别 你这样会耽误我的事情的 那你把话说完 我不是写了一本小说 叫做生命奇缘吗 被一个特别有名的导演看上了 他把我的小说改编成剧本 拍成电影 真的 真的 可是到现在为止 资金还是一个问题 拍电影 拍个电影能有多少钱 一千万 一千万 那么多 所以啊 要找钱呢 能不能好好吃饭 都凉了 回头啊 把你那个什么电影的策划书 拿给我看看 黄总 太阳集团准时把五百万给汇过来了 这么快 太好了 他们说产品质量挺好的 要跟我们长期合作 我看可以 这次他们要我们先货一千万的货 一千万 这么多 这样 把货先发过去 顶紧点 就这样吧 知道了 黄总 请进 黄总 又在看书呢 菲菲 不看书不行啊 跟你们这些有学问的人相比 我不充电 怎么能行啊 您这么说 太让我无地自容了 剧本我看完了 怎么样 只要片子好 观众还是愿意看呢 我问的不是这个 我们有四场前景 这您不是明知不问吗 就是 你要是遇着一个不成熟的导演 这钱呢 可就打水平了 坐 好 余社长他怎么说 他那个脑子能说什么呢 不过 他倒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 商机啊 往往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谁知道 他是从哪张报纸上看来的 你也不能蒙风里看人吧 黄总 余社长他现在可加办杂志 对啊 他的话倒是提醒了我 你有什么高招 我能有什么高招啊 我只是在想 电影在国内是没有市场 并不等于在国外就没有市场啊 前一阵我还听说有一个导演 花了三百万拍了一个片子 结果呢票房是很一般 怎么样 怎么样 这个投资商啊可死定 他肯定是叫天天不鹰 叫地地不灵 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 时来运转 一个欧洲的片商看中了他的片子 花了五十万美金 买了他的欧洲发行权 有这事儿 其实国内的电影和国外相比较 制作成本很低的 一般只要有海外市场 还是都能赚回来的 我说飞飞啊 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你说我黄金光怎么知道 有没有电影市场 这句话就是你常常跟我说的 纯属是动物 我在想 这里边一定是有规律可以找的 比如说题材要具有国际性 我们车长的这个剧本就很具有国际性啊 爱情嘛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还需要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导演 老外是很认导演的 这样我们就有一定的票房号召力 说完了吗 我 我也就只想到这么多了 嘿嘿啊 你真不简单 我怎么没看出来呀 你还有这方面的才华呢 我看你呀绝对是一个很好的电影制作人 如果我们家伊丽莎 能有你的十分之一的能力 那我就阿弥陀佛喽 黄总 您可千万不能这么说 这么说怎么了 我这个人打小就是一个优点 从来不说假话 我还听人说过这样的话 投资啊 不能在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投 上学的时候老师也教过我们 不能把鸡蛋放在同一个框里 有道理 那就是分散投资 也就是分散风险嘛 不过这个事 我得好好琢磨琢磨 佩佩 你得常常当我的顾问呢 那 没事我先走了 急什么呀 再坐会儿吧 喝点水 我那儿还有好多事呢 好 黄总 我先走了 黄总 我先走了 黄总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你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拯救大兵瑞恩 是不是主旋律 绝对的主旋律 可是全世界人都爱看呀 蓝导 您说得没错 这电影还咱们俩一块看的 蓝导 那照您这么说 我的小说能改编成好剧本吗 坦率地说 这是我近几年看过的最好的本子 难道 这是她 殴心沥血的一个作品呢 介绍一下 我太太 那就更难得了 放着少奶奶不做 干写作这样的苦差事 不容易呀 现代的本子呀 有真情实感的不多 有生命远是冲动的 那就更没有了 这么说嘛 鲁迅先生说过呀 说这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 自来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 现在的剧本啊 都是水 就这个本子是血 我喜欢这个本子 稍微动一动 咱们就可以拍了 难道 谢谢 难道 您的意思是 这个本子有 有国际市场 有啊 当然有 这是以爱情为主题的 中学生都知道呀 不过现在啊 这投资它是个问题 蓝导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 资金没有问题 我请我的这个制片主任啊 粗略的算了 我去看我一下 得要一千两百万 不是说好一千万就够了吗 一般的三角猫导演嘛 一千万也就够了 七八百万也将就 可是我不行啊 我拍出来的东西得让大家看一下 让大家喜欢看才行 比如说 别人拍一场戏 一场过场戏 别人只拍一次两次 可我不行啊 我得拍三次四次 或者十次二十次 精益求精嘛 我还得选最好的主创 第一流的明星 就拿这女主角来说吧 我心里最好的人选是张曼玉 我刚刚给她通过电话 可惜她没到期啊 照这么算下来 这一千两百万啊 恐怕还得省吃俭用啊 对呀 我觉得只有像蓝导这样认真拍戏 才会有国际市场 黄总 这投资啊 就是从您的口袋里往外掏钱 这是谁啊 他都得谨慎 这么着吧 您不需要现在就定 我给您一个星期的时间考虑 投与不投 您到时候给我个准话 我好安排下边的事情 这想给我投资的人啊 那还真不少 好 好 我考虑考虑 好 等等 喝茶 好 哎 你 你决定了没有吗 人家蓝导可是著名的大导演 我怎么看这个人有点虚呢 什么领导找的淡忘 听着想变故事 可能 人家导演都是这么讲话的吧 咱们不是不懂吗 老婆 你想过没有 一千两百万 那可不是个小数目 是 可是我也在想 如果你真的投了这一千成百万 拍了一个影片出来 那 你可就是热心扶持文化事业的柔商了 再说 如果这个片子拍好了 你还可以赚钱啊 你先别急 让我再好好想想吧 有 σας 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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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陈老 我输了 你知道你输在什么地方了吗 请 请陈老指教 一心不能二用啊 刚才这位小姐到来 你手在下棋 心可没有在下棋呀 看您说哪儿去了 陈老就爱拿我们晚辈开玩笑 玩笑玩笑 告辞了 陈老 您慢走 改日我再约您 好 不远送了 看老人家真是先风盗谷啊 是啊 菲菲 坐 这是专家们对生命其人的评价 任务完成得不错嘛 这什么意思啊 万七八糟的 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 我到底听谁的 我到底听谁的 这是要您下阶段 菲菲 如果是你的话 头还是不头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我不是董事长 不费这个心 你这话等于白说 可你别忘了 你是我的副总 你有责任避免不必要的投资和浪费 这么说吧 如果不是社长的本责 那我就不会投 你的意思是 首先是一次感情投资 我是女人 想法比较感性 我想 您赚钱 不就是为了妻子而为幸福吗 对于医社长来说 拍这个电影就是她最大的幸福 你不了解我们家那口子 她最大的幸福 就是折腾我 菲菲 你的话呀 我听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 这一千两百万就是打水漂了 我还是要投 我可没有这么说 我是个粗人 你就别跟我绕弯子了 直说吧 一下子投下去呢 风险太大 您不妨分期投资 什么意思 第一期筹备您投两百万 第二期拍摄您投五百万 第三期的后期制作 第四期的发行宣传 您再陆续投进去 分期投资的好处呢 就是您可以随时控制 如果发现情况不对 立即停止 这样风险也不会太大 好办法 好办法呀 菲菲 你这个MBA可没白学呀 黄总 你老是讽刺我 你老是讽刺我 太不像老总了 我 不像吗 陪我下班急吧 行啊 那我们 爹一番 请 林玲儿 不知道 爹天天想你 我也是 爹 我给人干活的时候 我就想 同样是给人卖命 为什么就不能帮我爹呢 还能天天看到你 想想 我就觉得自己命苦 林玲儿 你还是开个小店去吧 可哪儿来的钱呢 我想过了 开个小店 应该用不了多少钱 虽然你爹没钱 但是凑一凑我想过了 爹您可 您可别 你想哪儿去了 爹不会去偷 不会去抢的 不 不 不 再不 去去去去去 好 吴盛家本来已经风平浪静了 可猴壮的出现 又将熨绕更大的暴风雨了 叔 吴处长 吴处长 我来看看 你来干什么 啥啊 啥啊 看什么看啊 这是文件是你看的吗 我现在可是您的局长 甚至比您的局长还牛 我可管着你呢 对 绝对隐私啊 你不知道我来干嘛吗 你给我滚 滚 我倒要跟你比比嗓了嘛 吴处长现在有一个媳妇 你喊什么你喊 我就是手头有点紧 你 不 不多 怎么的也得四万吧 四万 你疯了你 你当我开银行的 反正 你得给我四万 但我这个人你知道 你好我也好 你牛我比你还牛 当冒牌的男朋友 没问题我可以当到底 要是你不给钱 我就告诉你老婆 灵灵在哪儿 我可知道她在哪儿 我调查过 要不我来干嘛 对了 要不要我再去见见我那 律师姨 什么姨姨的 谁是姨 灵灵管你教书 我是灵灵的相好 那你老婆不就是我遗憾吗 书长 我现在有事 一会儿再说 叔 啥时候给我钱啊 一个月以后吧 不行 你看我们家的钱 都在她手里 有这钱 我得东西吸错 好吧 我看你挺仗义的 我给你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后 我到您家来拿钱 你帮我准备好了 没问题吧 好好好 对了 要不要 我还去找找 我的律师姨 跟她喝个茶 吃个饭 你有完没完呢 快快 行 那 我半个月回来找你拿钱 这还差不多 对了 现在我在 说说咱们的关系 用贺岁片的名字讲讲 我们俩 我和你 现在是甲方乙方 我等着你不见不散 你要躲着我 就没完没了了 你要跟我玩防手反击 我就只能吹鸡鸡鸡号了 你就 行 谢谢 半个月见 谢谢啊 叔 走 来吧 对 李扁 是你啊 来来 你搞这么神神秘秘的 坐坐 哥 坐坐 李扁啊 最近还好吗 还行嘛 你那口琴还吹吗 偶尔吹一吹了 现在 我记得你在县文化馆会演的时候 还都过奖呢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哥 我那会儿口琴吹得好 后来考上的音乐学院 为女朋友的事跟人家打架 学校把我给开除了 后来跟几个朋友啊 合伙开了一个夜总会 这不 瞎混吧 你那夜总会叫什么名啊 我那夜总会啊 叫水箱码头 水箱码头 哥 这次把您请过来 有个事跟您商量一下 我呀 行思着再开一个夜总会 可这工商局 税务局 公安局都批了 就您这文化局啊 一直没批 我要早知道是您在这儿的话 我这事就简单多了 我跟你说呀 现在啊 这文化娱乐场所管得很严 一般都不批的 那哥 这基本上不批 不代表完全不批吗 今天呢 带来点小意思 您先说说 咱们虽然认识那么多年了 这个如果我收了的话 那我下半辈子就在牢里度过了 做国家干部的啊 要守住这三官 这第一官呢 就是金钱官 这第二官呢 就是道德官 这第三官呢 就是女色官 用你嫂子的话说呢 就是别人的钱不能拿 别人的床不能上 哥 您说话还是这么幽默 真不愧是搞文化的 哥 这钱啊 不是拿 是我借 借你的 我现在不需要钱 不用借 你那叶总会叫什么来着 叫水箱码头 水箱码头 水箱码头 你那水箱码头里 是不是有个叫猴状的 猴状 猴状 对 是有这么一个人 这就对了 他是我那的服务员 怎么了 是这么当事 我那灵灵你不是知道吗 前段时间啊 从乡下过来了 这事啊 我没跟你嫂子说 你嫂那脾气 如果这事让她知道 你得跟我掰了不可 但是 我又不想让玲玲呢 在社会上到处乱跑 所以呢 就把她领到家里 让她做保姆 可这段时间啊 你嫂子看出来 我们好像有点什么 天天跟我在闹 就没办法 就把那个叫猴状的 叫到家里来 来做她男朋友 就是名义男朋友了 没想到这猴状兔崽子 她利用这关系来敲诈我 这小兔崽子 吃了暴自胆啊 哥 你放心吧 这事包在我身上 你不能这样啊 你是她的领导 你说说她就行了 让她别做这违法的事 行 哥 你放心吧 这事包在我身上 来 哥 好 那么多年没见了 玲玲 玲玲 我回来了 玲玲 玲玲 这怎么了 哭什么呀 怎么了 生病了 没有啊 完了 我完了 我对不起你 我辜负了你 辜负了我 辜负了我 辜负我什么了 辜负我什么了 这是什么病啊 不会是癌丝病吧 哎呀 哎呀 那你倒是说呀 你从哪弄了一张纸条来吓唬我 我也有了 有了 有什么了 这几天 我老觉得没劲啊 我还想吐 我爸是得了肝炎 我爸传染给你 所以我就去医院偷偷地检查 你这难受 你这说我有了 我怀孕了 那谁呀 还要呢 我给你一班 我怀孕了 你帮我去吧 我只是前夜 我去就那儿了 你去做伤害了 我去做伤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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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做伤害了 让你一知道了 他肯定要跟我离婚 单位肯定要把我开除了 最后闹得身败名裂的 我还得回向你种田去 那 那我自己进去 乖啊 别怕 我 年龄 走 我说 我是他爹 是 秦宗 你们想做流产 恐怕不行 什么 他的身体状况 不允许做流产 医生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因为你的血型是艾比复型 艾比复型的女人 孕第一胎后 母体会产生抗体 就有可能母体胎儿血型不合 导致流产 即便是足月了 顺利地生出来了 也会因为血型不合 导致新生儿的死亡 换句话说 就是你这次做了流产手术 也许以后 就再也不可能 拥有一个健康活泼的宝宝了 而且我觉得 她的身体情况比较特别 我担心做手术会对她健康不利的 为什么不要呢 可以要的吗 进去方面紧张一点 住房紧张一点 这些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吗 医生 你搞错了 我是她叔叔 不管是什么 流产是不能做的 谢谢你了 医生 好了 不客气 千万走 灵灵 还是要了这孩子吧 可是万一 你 不能再这样了 你不能再有个三长两短 不管孩子的父亲是谁 孩子是无辜的 要了这孩子吧 你 不客气 不客气 我这孩子 在这儿 你便是无辜的 不客气 啊 我别帅了 还亲啊 你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你能不能跟我们 说句实话呀 你是不是还是很爱她 还是很在乎她 她还是很在乎她 那 要我说呀 对付男人 是要讲究方法的 从这次拍电影的事情 我总结出来了 你对男人只叫嗲声嗲气 他马上就输掉了 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台青 你听我说 你想想 爱武平时说话从来不高声 也不动手 可是她怎么就把吴胜整治得服服帖帖呢 说明她有方法 这个方法就叫做以柔可刚 对呀 我们的主人公疏于沟通 却剩余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你曾说过我们一生相伴 真诚两手向前 我们的爱怎能随意放弃 你曾经 你曾说过我们相爱永远 付出轻益 两心相应 一起享有春天的美丽 你 茫茫茫人海里 找不着相依的你 幸福的浪漫 活在我的手里 练练盛 顺利花丛中 看不见迷恋的你 用爱的翅膀 去享有春天的美丽 茫茫人海里 找不着相依的你 幸福和浪漫 就在我的手里 你曾说过我们一生相伴 真诚两手向前 我们的爱怎能随意放弃 你曾说过我们相爱永远 你曾经 付出轻益 两心相依 一起享有春天的美丽 茫茫人海里 找不着相依的你 幸福和浪漫 活在我的手里 练练花丛中 看不见迷恋的你 用爱的翅膀 去享有春天的美丽 茫茫人海里 找不着相依的你 幸福和浪漫 活在我的手里 练练花丛中 看不见迷恋的你 用爱的翅膀 去享有春天的美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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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